那有没有什么曙光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免疫治疗 有人发现到说三一性的乳癌 其实容易扩散 容易转移 其实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确实有很好的免疫系统 会去抑制乳癌的复发转移 可是三一性的乳癌 它可能本身很特殊 这乳癌细胞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被关起来 免疫系统不会去攻击癌细胞 这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监控癌细胞 所以三一性的乳癌就可以大肆地转移 大肆地复发 而且它怎么样去关闭这个免疫系统 它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PD-1的机制 让这个免疫细胞突然之间不会攻击癌细胞 所以就像这样 就像按一个按钮 叫T细胞 免疫细胞不要再来抓我了 不要再来烦恼我 但是我们很聪明 我们现在发明一种药物 把这个关起来 把免疫细胞被关起来的情况 重新把它打开 也就是把它免疫系统的杀枝系统把它放开 这时候免疫系统可以重新活化 会复入它的攻击模式 就可以去攻击癌细胞 这种的想法其实在许多的癌症 最近大家都有听过 肺癌 头颈癌 肝癌 甚至胃癌 以前那个胃癌这些都有 可是过去这几年来一直都没有听过乳癌 乳癌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都没有出现过 它就是从来没有被人家认为它是有效的 在2018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叫130的研究 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乳癌终于可以用免疫质量 但是只有一种族群 叫三阴性的乳癌 它也做一个临床试验 就是用传统的化疗 再加新的免疫质量 跟传统化疗比较 你可以看如果你不挑病人 它疾病控制时间有加免疫治疗 跟没有免疫治疗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把它挑出来 就是刚才早上有人提过 就是说如果是肿瘤的免疫细胞的比例 本来就比较好 每一治疗指标的指数比较高的病人 就可以会不会有效果 就有差别了 它疾病控制时间 就可以从5个月增加7.25 7.5个月增加到7.25 大概增加一半的控制时间 百分之50 重点是整体的存活时间很特殊 我刚刚说过大概12到15个月 这个研究稍微好一点到18个月 但是加了免疫治疗可以多7个月 而且重点是整体存活时间 已经到25个月 正式突破两年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我刚刚说过 三性乳癌的病人 如果第四期要活超过两年 基本上很难 也就是要吃到第二次年夜放的机会的人 几乎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说 免疫治疗在三性乳癌 确实在转移的这个部分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三性乳癌过去是很重要的恶霸 可是免疫治疗让它或许有机会翻转 它过去悲惨的命运 就像喝吐乳癌的故事 何不可以再演一次呢 不知道 所以要再看 所以在2019年3月8号 美国FDA送给全世界的女性 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你如我罹患了三性乳癌 而且你是第四期的 你可以在化疗之下 加上这个免疫治疗 好 免疫治疗 好